黎柯池 这个迷你国家和大婴山差不多大 国家的中英文名都不容易读 他的英文名中经常喊错 Olympia 65 chord 就是这个才对 球迷可能對這裡有印象 不知道, 別想起它 魚膽 我們在這裡訪問了 全歐洲最富有的皇室 這是一幅開始, 中二十世紀 看到最精緻的郵票 你能看到桌上的部分 還遇到最驚險的一幕 歡迎來到 Liechtenstein 列治頓士登圍著阿爾卑斯山脈 夾在瑞士和奧地利中間 是世界上第六面積小的國家 有大約三萬七千人 這裡沒有機場 我們飛去瑞士蘇黎世再轉車 坐了大約一個半小時 現在? 現在嗎? 是的 但水是由紫蘇特蘭 好 就這樣就到了 感覺不夠踏實 我們決定用雙腳 再次登陸列治頓士登 世界零距離成功到達列治頓士登 不是 我們兩個現在還未到 我們還在瑞士 因為瑞士和列治頓士登 只是隔著一條來因河 而橋上的這個牌 就是在標示兩個的邊界 所以要跨這一步 才是世界連距離到達列治頓士登 邊界形同虛設 因為列治頓士登和瑞士 就好像兩兄弟 1924年已經建立共同經濟區 統一用瑞士法郎 瑞士駐外機構 甚至代表列治頓士登在外國的利益 兩國邊界不設檢查站 近年瑞士有百多個士兵蕩失路 不小心進了列治頓士登境內 列治頓士登回應說 又不是大軍壓境 沒甚麼大不了 列治頓士登1868年起廢除軍隊 以保持中立避開紛爭 被形容為永久中立國 經常說打江山 列治頓士登的江山不是靠打回來 那是甚麼來的呢 話說奧地利一個姓列治頓士登的 古老貴族 想在神聖羅馬帝國議會 佔一席位 17世紀買了這片國土 命名為列治頓士登公國 一片降散就是用錢買回來 二次大戰期間 國土沒有受炮火摧殘 據說是當時的工匠外交技巧高明 說服希特勒放棄攻打列治頓士登 可能他說是一個小的國家 是一個很壞的國家 你不需要它 但我們其實真的不認識它 工作家族住在山上承保當年 跟山下民眾距離有多遠 我們認識您 很好 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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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買一買 沒有身體 在街上 列治頓士登的元首不叫國王 叫公爵 現任公爵 漢斯亞當二世已經70歲 04年起將政務交給兒子 王柱亞諾醫師主理 很困難 既然是一條旺線 王室的城堡跟我們的距離那麼遠 沒想到這一天變成這麼近 王室的大門 今天為世界靈距離打開 由大門口進到這裡 每個人都沒有 作風低調的王室 罕有接受外國傳媒 即是我們專訪 對我們是特別的一天 對導遊先生也都是 非常興奮 我喜歡這間 在你 在你 那邊 接受外國傳媒 中文武器 來自明星 從來 推出 中文武器 製作 在我 在我 最終的 在我 這次 我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价值有多高呢? 曾经有收藏家讲笑地说 如果列治顿士登陷入财困 皇室只要不断卖一件收藏品就可以救国 真是价值连城 皇室的艺术品是私人珍藏 很少公开展出 但列治顿士登另一种艺术品就和世界共享 是什么呢? 不要看少一张邮票 它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在列治顿士登 你更加不可以看少邮票 因为它是国家重要经济收入来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列治顿士登三分一的收入购买邮票 到现在仍然占大约一成 这里每年发行超过二十种邮票 每种印五十万张 八成出口 是全球最大的邮票输出国 邮票以政治建称 这款是一九一二年全国发行的第一枚邮票 技术先进 题材紧贴时代也是卖点 去年俄罗斯索涉冬奥的纪念邮票 就是经典之作 你能够理解冬奥的部分 这块是由索涉冬奥 过百年来 这里出品 必熟佳品 有什么秘决呢 先由艺术家人手繪製 钓刻到金属上面 再大量印製邮票 现在大量印製邮票 在很多国家 都不像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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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通常都只用手机 用手机 用重本 难怪被供应为邮票王国 来到邮票博物馆 邮票当然是主角 不过配角都值得一看 透过这些模型 我们知道 以前的人是用马车来送信 用箱来装信 以及用号角提人来拿信 都为我一句 邮差速速送信 纯速迅速送出 列治敦士登邮票近年吹起一阵中国风 找中国人一起创作 希望做多些中国旅客生意 列治敦士登对不少人都比较陌生 陌生到什么程度呢 外界不认识列治敦士登 就连他的英文名字都经常串错 串极都错 怎么串都错 只有这个才对 这个但丸之地 几年前 罕有成为国际传媒焦点 报道说这里推出 全球首创的出租国家计划 给大约110万港元 就可以入主列之敦士登 带150个亲友来住两晚 自订路牌 铸造临时货币 警察任你差遣 甚至举办中世纪巡游都得 简直匪夷所思 官方就没有回应事件 负责计划的推广 公司就说整件事是灶头 原意是吸引商家来办会议和展览 但就被外界加严加操 像你能够用一瓶酒 你能够用一瓶酒 你能够用一瓶酒 所以这件事非常严重 然后我们选择计划 他们感到惊喜 他们不想惊喜 计划高吹 但又不算一场欢喜一场空 起码赢了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 说到经济 列子敦士登是全球最富裕国家之一 靠什么赚钱呢 下节再说 上一节我们深入列子敦士登城堡 建设黄室的艺术真品 福布斯2011年统计 列子敦士登是欧洲最富有的黄室 正资产折合港币390亿 抛来英国黄室的39亿 黄室经营酒窖 是大地主 还创办LGT皇家银行 为什么黄室要经营这么多盘生意呢 这间私人银行专做大客生意 资产管理强调稳健 我们参观投资部门的交易室 和一般炒房很不同 这里气氛比较静 静得我们说话都不敢那么大声 有职员说他们的工作气氛 是没有外国的银行那么紧张 有有限 淡淡定 这就是列子敦士登 列子敦士登银行 近年曾捲入协助客户避税的风波 当局说已经加强打击 我们已经有五年纪录法 想吸引更多非货币 别以为金融业 再见 我们不在这里拍地 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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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起列支敦士登的足球 不少人会想起它 鱼腩 是不是真的任人鱼肉呢 洪三的雅道姿是唯一职业队 由于国内没有联赛 要踢瑞士超级联赛 这场就对瑞士球会陶欣 两队在雪山下队里 雅道姿是50分钟先开记录 原场前被逼和1比1 表现就不失礼 但不可以用雅道姿做列支敦士登足球的指标 因为球会以瑞士人为骨幹 只有少数本土球员 耶拉是国家队正选门将 过往列强狂数列支敦士登 不少就是射破他的十指关 教练认为在发展足球有难度 列支敦士登的足球近年偶有佳作 国家队赢过冰岛、立陶苑和拉脱维亚 都称得上是有骨的鱼腩 列支敦士登的国技是这种运动 国民未学行先学滑雪 地方小 由山脚到滑雪场不用十分钟 76到88年四届冬季奥运 列支敦士登滑出九面奖牌 令到只有三万多人的小国 成为世上人均 获得最多奥运奖牌的国家 这个… 这行 画决文完 有一面奖牌画过来我们 Questions maan Yes 高山滑雪运动员比歇尔 1999年世感赛男子大回主银牌得主 曾经四夺世界杯 近年列治敦士登无缘奥运奖牌 他认为除了受责于国家人少 精英比率低,还有原因 100孩子,一人成功,一人成功 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的路 更确定的是你去学习 你去学习,然后你赚钱,那是肯定的 难得遇到滑雪高手 当然要请教心得 最重要的是你跌倒是笑 还要练习基本功 第一个学习是跌倒,慢走 这是很重要的 你做披萨,这是披萨的骨骂 这是韩式骨骨 披萨? 韩式骨骨 多谢指点,是时候学习致用了 看着 报告各位,小孩没事 大人就有点麻烦 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从来都不容易 一磅有难,两位支援 我帮你 我帮你,因为你看着很像手肘 不是很像,我像手肘肘 奥运冠军 奥运冠军都是从小到大 所以这天算是取得阶段性成果 相比于瑞士的滑雪场 这里没那么漂亮,又没那么大 为什么游客照样选联子敦士登 其实就是贪他够小 方便家长找儿子 不怕儿子女会逃失 你好 说雪场还有卖点 就是价钱比瑞士和奥地利便宜 临别列子敦士登 再踏足连接瑞士的桥 感受小国的奇妙 一个人可以如何同时站在两个国家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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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子敦士登没有机场 没有港口,没有地铁 只有连接奥地利和瑞士的过境火车 这里的人流传一个笑话 在瑞士边境坐火车 点着烟 来到列子敦士登 再过去奥地利那边 到站 之烟都还没关系 别看小列子敦士登 惊喜一点都不少 这天全国两大报章报道零距离到访 原来政府说难得有软方传媒来 主动通知报馆 失礼失礼 这头见报 旅游局通知说有位住在列子敦士登的香港人 看完报纸之后希望跟我们见面 我们沉人沉得多 被人找回头都是第一次 好,约在游客中心等 不见不散 香港 带着点什么使命 很好奇 很好奇 你好 John Mender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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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这一片报道将四个香港人连在一起 这位香港同胞是百年望族冯炳婚着事的孙 冯炳婚经营代理生意 做过东亚银行董事 1971年获封着事 又做过行政局和立法局议员 而John小时候就在香港生活 之后到英国读书 近年搬到列子敦士登经营投资公司 你好 我喜欢列子敦士登 我很喜欢香港 你怎么说列子敦士登 列子敦士登 好 不行 他说难忘香港的美食和家的感觉 香港有很深刻的记忆 我们都想回家 但要先去另一个 和香港公司释息相关的地方 我们都想回家 但要先去另一个 和香港公司释息相关的地方 去哪儿 在Campan Island 就是开曼群岛 认为这个港口只招呼游轮 为什么只可以抱小龟不可以抱大龟呢 迎着这只龟就是我们捐助的那只 它又没有中文名的 帮它改过先 就叫做粟贵粟